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大龙洞保安宫保生文化祭 自来水园区的台北清水节 或者可以靠居民成立社区寻守队 发展协会 推展家乡特色 当然 家乡的居民也都可以为家乡尽一份力 我可以利用假日协助打扫社区 让家乡变得更干净 我可以担任家乡古今的小小导览员 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特色 我想把家乡的风景画成水彩画 再制作成明镜片 推广家乡的美景 只要家乡的每位居民共同齐心协力 就能为家乡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当家乡面临到重大的问题或抉择时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 就用举手表决或是投票的方式进行 因为少数要服从多数啊 这样好吗 多数人的决定会不会影响到少数人的权益呢 对啊 如果大家决定把阿公的家拆掉改建公园 那该怎么办才好 没错 投票虽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 却可能会忽略了少数人的心声 而牺牲了少数人的权益 想想看 我们该怎么做 才能顾虑到每个人的需求呢 我们可以透过沟通与讨论的方式 让彼此更了解对方的想法 像是黎明大会 召开公厅会 或是1999服务专线 透过不断的对话沟通 进而达成共识 一起打造家乡的新未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尊重他们的想法 听听少数人的意见 我们的心声终于被听到了 有了共识之后 我们该如何设计关怀家乡的行动方案呢 我们可以按照这五个步骤 来设计关怀家乡的行动方案 一 发现问题 二 发掘潜力 三 行动方案 四 寻求支援 五 执行改进 步骤一 发现问题 我们可以访问家人 邻居或从报章杂志 发掘家乡的困境 找出想要改善的问题 二 发掘潜力 可以从交通 人口 文化 自然等面向 并根据问题的种类 去搜集相关资料 找出家乡的潜力 步骤三 提出行动方案 依照发展的潜力设计家乡的行动方案 并藉由家乡居民的沟通讨论 找出最合适可行的方案 步骤四 寻求支援 向外寻找能提供支援的单位 例如市政府机构 民间企业的协助 步骤五 执行改善 依照行动方案的内容来执行 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 持续的改善修正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居民是如何关怀守护家乡的吧 新建于1913年的北投温泉浴场 是一座仿日式的建筑 因时代变迁更改用途之后 激进荒废与引墨于杂草堆中 透过北投国小师生和社区居民的努力 积极向政府陈勤 这是我们家乡的建筑 应该要被保存下来 我们要向政府争取 留下这栋有纪念价值的北投浴场 台北市政府赤姿整修 让旧的建筑有了新的风貌 太好了 太好了 将原本的公共浴场 改建成北投温泉博物馆 由家乡居民担任志工 进行导览 推广家乡特色 走到二楼 坐在榻榻米上 感受悠闲 体验日式建筑之美 透过居民的努力 让家乡变得更好 并吸引游客来体验北投文化 让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例子吧 残除山位于台北市大安区 是个与市区截然不同的幽禁山城 2013年面临了拆除的危机 当地居民都非常担心家乡受到破坏 残除山的住户与艺术创作者 城乡所及环教所的学生 共同商量对策 除了成立好残除工作室 共同找出家乡的潜力 推广家乡之美 居民们更是积极的团结起来 发展家乡的特色 知名导演侯孝贤先生 也呼吁政府能暂缓拆除计划 透过众人的努力 期待能让残除山的好山好水 与历史文化保存下来 小朋友也可以上网查询 残除山聚落相关的资料哦 特别感谢好残除工作室的 曾育人老师提供内容咨询 小朋友 虽然家乡可能面临不同的困境 但是只要透过众人的努力 一定可以让家乡变得更好 让我们一起努力